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 以下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四年 耶利米先知对尼利亚的儿子巴鲁所说的话 巴鲁从耶利米口中把这些话写在书卷上 巴鲁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曾说我有祸了 因为耶和华在我的痛苦上加添忧愁 我因哀哼而困乏 得不着安宁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 你要这样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呐 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 我所栽种的我必拔除 我必这样对待全地 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看呐 我必使灾祸降在全人类身上 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必使你捡回自己的性命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需要你捡回自己的性命 我需要你捡回自己的性命